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VUE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UE21个值得您一用的组件库 是这样 VUE本身给咱们提供的功能 仅仅是GS的框架 对不对 那么咱们如果想用它 丰富咱们网页功能的话 一定需要第三方的组件库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21个 因为今天介绍内容比较多 所以说我每个组件 咱们快速一带而过 您知道有这么个组件 怎么用 您自己去学习一下 或者今后我给您 再单独的做其他的视频 好 咱们先手续马上开始 第一个组件库 VUEXGS 这个是XGS库的VUE的实现 可以完成网页中的图表显示 马上看一下 好 就是这个 这是它的官网 它可以帮咱们完成 网页上画图的功能 OK 回来 接下来它有一个演示网站 咱们也看一下 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网站 VUEXS 效果还是可以的 OK 接下来第二个插件 VUE FAR 这是Font Awesome 5的VUE的实现 可以调用Font Awesome 5的各种组件 我们马上看一下 好 这是它的官网 大家请看 我可以设计它的图标 大家请看 可大颗小 对吧 没有问题 还可以遮跟头 是吧 OK 接下来 第三个 这个是VUE 这个不叫VUE 大家请看 这个是VEE 它其实是VUE的 一个拼错了 没拼错 它本身就叫VEE VUE教验 这是基于模板的VUE的教验框架 马上看一下 就是它 它是基于模板的VUE的教验框架 这个在咱们做网页教验的时候 肯定是用到它 OK 再接下来 ES-Link插件的VUE 它是VUE语法文法检测工具 可以快速帮咱们找出代码指令 样式当中的问题 还可以集成到咱们VSCode SubLam Atom的ID当中 马上看一下 那就是这么一个组件 网页也是非常的简单简洁 OK 接下来 VUE的缆装入组件 它帮咱们做图片的缆装入 提高咱们整体网页的用户体验 马上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VUE的缆装入 它是专门装入图片用的 OK 接下来 这个太常用了 Axios 这个是VUE网页的HTTP通信组件 可以远程存取各种RES的API的服务 看一下 稍等 它的官网 就是它的Github OK 大家请看 支持多种浏览器 完全都没有问题 而且还是集成在Node.js 也可以使用它 好 接下来 VUE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可以在网页中拖动对象 只需要使用使用代码就可以完成网页中的对象的排序等功能 马上看一下 Dragable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工具 我看它有没有演示网站 大家请看 它给你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这个咱们虽然用VUE编也能编 但是用这个组件的话会非常简单 对不对 大家请看 网页中的拖拽 OK 然后这有一个演示网站 咱们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 请看 可以拖 OK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VUE Socket.io Socket.io 咱们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网页的实时通信的库 然后这个是VUE对它的进行一个封装 同时可以做VUE状态的管理等配合 好 咱们看一下 Socket.io 一般游戏公司用的比较多 好 这是它的官网 电用代码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这地方 这是它的真正官网 咱们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测试的测试网站 OK 接下来 VUE的多选 这个是多选框的解决方案 还包括状态管理 下拉框 阿加克斯 包括检索功能 阿加克斯功能也能够实现 看一下 就是这个网站 对吧 多罗布 这个叫dropdown 这个像是咱们的下拉框 对吧 这个感觉 大家请看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OK 再接下来 VUE的日期选取组件 太重要了 咱们做系统怎么说 能不选取日期呢 对吧 看一下 这是它的GitHub 这有demo 咱们看一下 稍等 是不是我把广告拦截关掉才行 好 大家请看 通过简单代码就能够完成 这个产品模式 咱一般在产品环境中 应该挑成真 不过今天我这个网速 好像有点慢 实在是抱歉 好 那咱们今天内容比较多 咱们接着往下走了 接下来 VUE的Markdown的编辑器 看一下 咱们做程序员 怎么能说不会Markdown的 对不对 这个网站今天访问不上去了 这是一个国人朋友 做的网站 没关系 咱们记住它的GitHub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 VUE Type 这个是VUE的打字机 在网页上 给咱们显示一个打字机的效果 咱们看一下 它应该是有 大家请看 就这个效果 大家请看 在网页上 给咱们有一个打字效果 它应该有一个演示网站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就这个效果 把给咱们打印 然后咱们还可以 做各种各样的设置 细微的调整 如何消失 如何的产生 对吧 是一下打多少个字 同时这地方 也支持中文的输入 没有问题 而且下面 大家请看 各种各样的打字机效果 在网页上都能够出现 显得很酷炫 对不对 OK 接下来 VUE的排名 五星排名组件 看一下 大家请看 五星排名组件 这个在咱们做 这个产品的 review 什么的 也是经常常用 对不对 OK 这个组件也要会 接下来 表格操作 太重要了 这在咱们 这个公司内部 一般都是用到 这个表格 对吧 这个员工排序 工资排序 等等 都会用到它 这个也是需要掌握 OK 再接下来 这个不用说了 VUE的状态管理 是官方组件 这个是一定要会的 这个没有之一 必须要会 好吧 VUEX 状态管理组件 所以无论 状态管理 状态管理组件 一期视频是讲不完的 它是一套课程 包括VUE的路由组件 这也是官方的 这个要掌握 这个要做 一系列的视频 给您讲解 好 再往下 VUE非常重要的 UI框架 除了Bootstrap之外的选择 看一下 这个我准备 经用开课给您讲一下 我比较喜欢这个框架 稍等我这门认出来 怎么是日本 我看能不能调成中文 可以 大家请看 看起来就有一种用的冲动 对吧 这个框架非常的不错 今后有机会吧 我会给您讲解一下 非常非常的不错 如果您不用Bootstrap 那么就用它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 也是一个选择 好 大家看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对不对 这个效果非常的专业 OK 再接下来 VUE的 第二组件 这是Google设计风格 UI组件 这个也是很不错 喜欢Google设计风格的朋友 可以使用它 如果喜欢安卓的朋友 我想肯定会喜欢 这种设计风格 大家请看是不是 OK 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 以前是喜欢苹果风格 慢慢的喜欢安卓的风格 喜欢Google风格 接下来Bootstrap 就没有说 Bootstrap的VUE的框架 这个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好用 没有之一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而且很官方 这个也是推荐您的 为什么 这个东西推荐您 但是不是说您一定要用 是因为 如果大家都用Bootstrap 这套框架的话 那么所有的网站 几乎就千篇一律的 UI显示 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当然你要说 基于Bootstrap 你再做二次定制 当然也是可以 OK 这个框架我也是手推 非常得不错 好 接下来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Nexit 这是什么 这是服务器端渲染 解决客户端渲染的 诸多问题 咱们大家都知道 VUE这个框架 是客户端渲染 它的问题是 比如说首页载入慢 因为要载入大量脚本资源 同时ICU也有问题 那么如果咱们采用 服务器端渲染的技术 就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 这个框架 今后我准备开课 给您讲解一下 非常的重要 没有之一 就是这个框架 服务器端渲染 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个服务器端渲染 不光是这个 VUE有 Angular React 也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OK 好 以上就给您讲解了 21个 我认为非常不错的组件 推荐给您 您的有机会 把它们都访问一下 然后安装一下 试试看 如果您能上手就可以 用不着说是 学的非常深 在您工作中 如果是用到的话 再详细的学习它 就可以了 OK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 讲解的21个 我认为常用的 不优异的组件 希望您能够喜欢 我的代码会放到 开心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 优酷 优酷最近传的少了 主要传YouTube和B站 优酷可能我要听更了 因为最近 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那这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继续视频 再见咯 拜拜